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会犯更多的更大的错误 学校也是希望通过对他的处分 能够对学校的不良风气 已起到积极的震慑作用 这也是学校的一番良苦用心啊 何老师 教书育人 那不是随便说说这么简单的 你还年轻 经验不足 总之啊 对于学校做出的决定 是不能够朝令夕改的 处分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撤销 我的意思 你明白吧 好吧 我尊重学校的决定 但我会对此事永远持保留态度的 回来了 知道了吗 心情不好啊 小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何林就是晴晴的班主任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就是不想让你晓琳 晴晴的班主任就是何林 你怎么办呢 小致 当年我跟何林之间的确没什么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的宽容和踏度 我还记得你刚从四川回来的时候 骑队的所有人都不肯原谅我 还是你主动把李老师 啪出狗来建立他们 越到家里来吃饭 帮我化解了尴尬 当时我就拉着你的手说过 从今天起咱们永远也不分开 从那天开始 在我心里啊 就彻底把何林放下了 你做自发吗 主任啊 我晓得我们前天是犯了些错误 但是 你们这个处分给的也太重了吧 她毕竟还是个娃娃嘛 对于许清同学这次的处分 我们学校是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 当然了 对于许清的教育 学校 我 班主任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你们家长也有失职的地方了 我们作为家长确实做得不对 我也承认错误 但是清清还笑主任 留校查看是个很大的厨房 你就把妈妈 抠头除非啊 瞎胡瞎胡她就好了嘛 那可不行 家有家规 孝有孝规 许清她犯了那么多的错误 如果不给她严重处分的话 那其他同学怎么看啊 这么大的孩子很容易互相模仿学习 这么一来 会给我们学校的校风和教育管理 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 咱们都能处分给了她 你说她这个行李 那我们没有盈盈吗 我这么跟你说吧 现在处分已经张贴到学校的公告栏里去了 她已经生效了 许清在校打架斗 还喝酒 现在决定给予处分一次 看见了吧 都看见了吧 这就是跟我做对的后果 挨打处分了吧 活该 马可 这下 许清可得进入学校的监督观察了吧 这个处分都得过了 怎么了 你心疼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那么一说 谁 马耀刚 那许清都让学校留校查看了 你怎么一点同心心都没有 还在这落井下石 算什么男子汉呀 又不是我告的 你怪我干嘛 是 哥几个 走 上课去 他 他 不 不是 在那里 他 他们 他 真的 没 他 哪 他 他 他 不是 你回来 他们咋够怎么怼待我晴晴来 我咋够不能去造个索发 你能不能别添乱了 你去讨说法人家就能把处分撤了 弄不好把学校得罪了 这晴晴以后怎么上学 我说许凌军 你咋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过去你挨皮头 打钢鞭都没得关系 赢去的骨头 咋够现在到晴晴身上 你就欠啪啪啪啪 我晴晴错了咱们俩的威胁 我咋够不能找教育去讨个说法 你怎么就想着找别人讨说法 不想想自己的问题 我有啥是问题 晴晴为什么变成这样 还不是你惯的 他每次有个事 你都一次一次的护着他 他现在已经发展到 开始撒谎骗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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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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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毕竟是个女玩啊 我对清清的态度啊 是粗暴了一些 最近啊 我也一直在扪心思外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想知道清清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这个心头是比那个都心头你笑不笑的吗 就这儿 现在呀清清这个处分已经成事实了 咱们就应该帮助清清做好心理疏导 尽快调整心态 重新面对学校 重新面对老师和同学们 扎着说好心理疏导 我真得不笑的 你不是原来教过好多学生吗 你想想办法吗 我真的是一定要办法也没对我 原来啊 我一度以为我教了那么多的学生 在自己的孩子教育问题上 肯定不在华下 但是现在 当清清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却那么束手不策 好 尤其 您过来一下 今天下午许晴有没有来上课啊 没有 我还以为您让许晴的爸爸妈妈带她回家了 何老师 许晴不会出什么事吧 没事 你先打扫卫生吧 对了 这事先别跟杜鹊说啊 嗯 去 去 你们再好好想想 她还有可能去哪儿 我妈咋过下 我就没去上修嘛 我都不晓得 我就说那个出份真的是太重了 我妈心头受不了嘛 我跟你说啥 你都不听你说 这到哪儿起呢 我天都黑了嘛 你万一处个啥事情 我 你让我还呼不呼啊 我 我去开一会儿 我去找一会儿留钱吧 是不是啊 我去找一会儿留钱 困了在留钱家里吗 我去开一会儿 我去挥一会儿留钱去 何连 你帮我想想 清清 都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你咋好好想一会儿嘛 我们清清困了到哪儿起啊 阿姨 我真不知道 清清去哪儿了 那我们清清除了你以外 还喜欢跟拉西娃娃一块儿玩吗 啥回来个 在屋梯门口 包上打架的那两个同学 他们从哪儿你晓不晓得 我真不知道 这可咋办了吗 风怎么打呢 那你先会嘛 要是我们清清来找你来 你就让她赶快回家 你说爸爸妈妈好好着急 好不好 我知道了 齐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爸爸知道你受委屈了 我们知道 这也不能全怪你 你当然不能怪我 但是我们希望 你能勇敢的走出来 而不是把这个处分 当成你一生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根本不可能 从这道上来上面跨过去 因为您不是我 您根本不知道今天我的资金 欲伤了有多大 你怎么办 晴晴 爸爸当天被下放到鸡队 住在这个马棚里 被批斗 还不是上人挺过来了 人不怕挫折 就怕受不了挫折 这都什么年代了 您不要老板您的那一套 我这样办 不管什么年代 人总得保持尊严吧 尊严 在同学眼里根本就是个意外 永远都融入不了他们的生活 要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来到个新的学校 我本来以为我能遇到新的同学 交到新的朋友 可是他们竟然孤立我 就因为我出生在这个破马槽里 住口 这个地方怎么亏待你了 没有这个地方 没有这里的一切 我怎么可能活到今天 你又怎么可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 我原来以为 最理解我的就是你和妈妈 但是你让我很失望 你怎么能嫌弃这生你养你的地方 我没有嫌弃过这个地方 我也没有嫌弃过任何人 但是他没嫌弃过任何人 但是他没嫌弃过任何人 我受不了了 晴晴 你咋个都早上来了吗 你咋够不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就跑了 你小朋友的妈妈好好担心你哦 我想一个人进了 又来这儿了 你挺紧的啊 以后不该了 你晓不晓得 妈妈把你能去的地方都照片了 找不到你 摸下的鬼都抓了你 你晓不晓得 真的干嘛说一声 你晓不晓得呀 你晓不晓得 让你去 再给我说的时候怎么样嘛 火不火嘛 要不这样 我先带他去吃点东西吧 好吗好吗 来 黄老赛 谢谢您啊 不用 cost 谢谢你啊 休止 好 刚来都不接孩子了 自从来到尹川以后 我就一门心思地不在工作上 我原以为啊我努力工作 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就是对你们最大的回报 可是我却疏忽了 对你和晴晴的陪伴 我现在心里 真的很后悔 不要那么自责 体制模组也不好 平时啊就晓得关心心情的词 传 我文化也太少了 关心心情的休息也少 其他方面也少 我二人心都想了啥子 我都不晓得 晴晴现在啊心里有了自卑感 看来我们以后 晴晴生活上的关心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那咋个办吗 我这个心头啊 现在跟刀狐狸一样 我晴晴还那么小 咋个要承受那么重的负担吗 就这样啊 晴晴啊 现在长大了 她有自己的思想 我希望今天妈帮里的谈话 能对她有所触动 但是她自己内心的纠结 还得靠她自己慢慢去划解 小心点 何老师 您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我爸原来带我来过这儿 何老师当年也来过这里啊 这个太阳神烟化 对你父亲来说 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与他的精神图腾 我们在这儿坐好吧 好 何老师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问吧 你原来是不是喜欢过我爸爸 对了 下周我们上做文课 是描写自己的父亲母亲的 我相信 经过这次的曲折 你对自己的亲人 一定要比同龄的孩子 有着更深刻的感受 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里 你父亲那代人呢 承载着太多的压力和责任 你父亲是个很优秀的人 我知道他是个很优秀的人 你还是不够了解你的父亲 他受过很多苦难 但是从来没有向苦难低过头 他帮助过很多人 他帮助过很多人 那些人里面 还包括一次次陷害过他的人 他的胸怀 是那么的无私博大 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对 许青 你是他的女儿 你要成为 像你父亲一样的人 所以人生的挫折呢 对于你来说 应该是动力 而不是阻力 我曾经以为 我曾经以为 我再也不可能回到这里 那些挫折 把我的自信自尊 完完全全地给击碎了 那时候的我 比你感觉到更创伤 我内心黯淡无比 但是今天我坐在这里 我内心非常地平静 是因为 我把过去种种的遗憾伤感 我全都放下了 河老师 你今天说的话我都明白了 我会努力从挫折中走出来的 您放心吧 真是谢谢你 清清尊敬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和秀枝都很高兴 不用谢我 其实更多的还是靠他自己 徐清还小 他还是个孩子 当别人戳他痛处 伤他自尊 攻击他的时候 他怎能不感到自卑 不难过呢 我们曾经 不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吗 是啊 我们这一路 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其实这么多年 支撑我走下来的 恰好是过去的那段生活 我内心成功了的 最美好的生活 从那以后 我的心就永远地 停留在那段岁月里 是啊 您说的没错 当我们年华老去的时候 这些美好的回忆 都是岁月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是啊 曾经多么美好的岁月 今天做我们的命题呢 是要求大家通过 对父亲母亲的描写 来提高观察力和情感表达能力的 我这里有篇作文 是描写父亲的 写得很好 我今天想把它当成范文 和同学们好好一起感受一下 许青同学 请你上来 把这篇作文给大家朗读一下 给大家朗读一下 我的父亲 看着这个题目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 心里似乎有千言万语 但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该怎么去描写我的爸爸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 我经常会闭上眼睛 眼前会幻化出这样一幅场景 蓝蓝的天空 洁白的云彩 碧绿的草原 一个骑之大骑马的身影 从远处的地平线奔驰而来 马蹄踩在滴滴的云朵上 就像是架着人的天满 骑在马背上的这个人 穿着一身白色长衫 高大英俊 目光景景 像一个王子 他呼啸而来 把站在草原上的我 一把捞起放在马背上 我闭上眼睛 感觉着骑在马背上 不断起伏的美妙感觉 这个王子 就是我的父亲 这个形象 曾经让我那么的骄傲 我的爸爸 曾经是赫兰山的牧场 七队的一个木马人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我在七队的那个家 那是一个破旧的 到处是裂缝的马棚而改造的 那里有一张图铐 有一张简乐的书桌 有一个做饭的灶台 还有一口巨大的马槽 是的 可能在大家的眼里 那都不叫做家 但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那只马槽 曾经就是我的摇篮 我在那里度过了儿时 最快乐的时光 那当我来到银川后 这一切都变了 我学会了和同学做比较 我开始变得自卑 我深深地为我出生在那里 为我有一个木马人父亲 而感到羞愧 其实我并不了解我的爸爸 后来 当从和爸爸同命运 共患男的那些长辈们的口中 才一点点认识到了 他是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 从过去的艰苦岁月里 他并没有被磨难击垮 相反的 这些磨难让他变得更加坚强 他一步一步 坚定地向着他心中的梦想前进 我相信 通过他的努力 一定会画出他人生中最完美的彩虹 正是因为他有着强大的人生信念 他带着七队 我的哥哥姐姐们 努力复习参加高考 七队第一次有了大学生 他和七队的叔叔们一起外出搞副业 用汗水给队里挣来的十万块钱 从这些往事中 我一点一点地了解了自己的父亲 我的爸爸有一个梦 他自己生活过放牧过的地方 西队 正北铺和蓝山 这些地方都能出现在电影里 在他的执着和努力下 他的梦想终于快要实现了 我为我自己能有这样的一个爸爸而感到自豪 努力前进 我希望有一天 我的爸爸也能骄傲地对我说 许青 我为有你这样一个女儿而感到自豪 最后我想对爸爸说一句 爸爸 我爱你 许青 刚那大马曹就是你说的摇篮 对 我想说吧 今天爸爸也能够帮你 把我放里边玩呢 嗯 真好 这原来有好几十匹马呢 现在就剩这么几匹了 这里每一匹都认识我 真的 真好 刘欣 这红马跟我关系可好了呢 是吗 我能摸摸它吗 摸摸 谢谢你为我们全家族的一起 不客气 青青也是我的学生嘛 这是我应该做的 青青这次能解开心结 真的是多亏了你了 我相信 只要他能够坦然地面对过去 他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你说话小声点 他都能听我说话 真的 真的 妈 妈 你干吗 你干吗呢 许青 我要骑马 就去立个红马 那你骑一试试 你看他让不让你骑 小夕摔死你 爸 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拍电影啊 这就过去 你去招呼一下同学们 好 走 咱们去看拍电影啊 走走走走走 走 现在去啊 走 我想去学校那边走走 要不你们先过去 好 好吗 好吗 爸 走吧 同学们 在那边 我去看 告诉我 伯鹿在那里 说了我就放了你们 要是不说的话 快 快 跟上去 什么 什么啥样 下来 停 停 干什么呢你们 干什么呢 有什么可笑的 我们在拍电影 懂不懂 你们浪费了我多少交变啊 他说什么呀 你 你叫交叉 道远 徐处 你总算来了 帮帮忙吧 道远 出什么事了 特别简单的剧情 鬼子进村 要抓八路 逼着他们交出吧去 简单吗 我都说了十几遍了 所有的人表演都不到位 走不到位 春帮校场 没完没了地问我 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拍了十多条了 我算是服了 道远 您先别生气啊 让我跟他们说说 您先歇会儿 好 好 你继续玩 怎么回事 老许 他们说我们演的不行 看他们也挺着急的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啥原因 这要咋办呢 就是啊 就我们也没演过戏 对不对 你说刚才那个导演急成那样 你看看 我们也着急 你头子在哪儿 他刚才说个什么词呢 叫啥 情绪记忆 啥叫情绪记忆 行行行行 来 相信们 听我说两句啊 咱们以前啊 搞运动的时候还记得吗 记得啊 记得啊 你们还记得 给我开批斗会的时候吗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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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运动谁敢笑啊 对啊 不是吗 所以啊 现在小鬼子来村子里杀人放火 我们就更不能笑了 我们要像啊 当年搞运动一样 严肃认真对待 不能左顾右盼的 当年搞运动什么样 现在拍戏就得那样 明白吗 明白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别笑 别笑 运气 一会儿啊 我把大家的情绪调动一下 您随时准备开机 好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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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嘞 习亲们 现在小鬼子来了 就在那儿 他们来村子里杀人放火 抢夺我们的粮食 杀害我们的同胞 今天又要让我们交出巴勒军战士 你们说 咱们该怎么办 这队不答应 对 这队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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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要让其他人 建造才有 牛排 我都要 感受 怎么样 告诉我 白禄在哪里 我是白禄 我也是白禄 我们都是白禄 我在白禄 我是白禄 打开 我都是白禄 我们都是白禄 我们都是白禄 幸福他的呢 所以你爸爸说话他们孩子还能听嘞 许青 让你爸带上我呗 我也想拍电影 就是 让他教教我们 这太有意思了 没问题 以后大家都去拍电影 说算 我们都是朋友 过来 过来 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整一趟回来呢 给大家带了一点小礼物 跳舞 零雾水少 但是好贵的啦 结果 是当下最流行的电级表 给一个人得小一块 给一个人得小一块 台灣人得小一块 帮我一块 燃小 foot 汪壮 这么贵的电级表 你是在广东剪到黄金了吧 可以啊 出手也够大风呢 汪壮 小一心的 感じ Det 你眼睛是不是坏了 这大白天的 port 一副黑眼睛 怎么修画的呢 好土的 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当下最流行的 这个牌子叫雷鹏 雷鹏 没什么 叫蛤蟆鸡 有什么啊 我偷包鸡 那我们不是蛤蟆能不能带在市场 你就吸蛤蟆你也带不了 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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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究竟做啥生意啊 赚这么多钱 这就是 对 习话跟你们讲啊 我几十年在广东 那剪辑系太棒了 我可不是吹牛啊 广东那个地方遍地系黄金的啦 他们都是相礼相亲的 那这些年呢 相亲们对我长性也好照顾的啦 我保证 以后 我带着你们一起发财 好 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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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不过人哪 都跟着这个徐灵军去拍电影去了 所以准备的不多 这个拍电影能挣什么钱哪 说人话别跟我玩鸟鱼 这拍电影挣几个钱 就是嘛 你说 发财销了不错 您抓紧时间赶紧给我提供货呀 要不这样好不好 我跟着你去干 见识见识你那边到底是个啥样子 不不不不 白叔 您哪 留在这儿给我盯好了 等我在那边站住了脚 我肯定回来接你 你啥时候回来接我 再说那种发财呀 总不是个事啊 也是 发财是好啊 但这不是个长久之计 不是吗 咱真是得琢磨琢磨 那 弄点什么新鲜玩意儿出来啊 什么新鲜玩意儿 我最近呢 认识了几个大老板 跟这几个老板出得关系不错 他们对咱们这个地儿 非常的感兴趣 但是想要什么 我暂时不能跟您说 等我谈妥了 再告诉您 怎么就不能跟我说 你跟我还见外是吧 这么多年 我待你有二姓没有 不是 白叔 你看你说这话 我怎么能不相信您呢 主要是这个事现在没有谈妥啊 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太多了 您等我把这个事搞清楚了 我一定告诉您 我只能 先给您透露一点 这是一大买卖 好 林俊 发表了 林俊 我的小子公开发表了 林俊 公开发表了 林俊 发表了 我的小子公开了 发表了 江大哥 真得发表了 太好了 文明 不错 当作家了 里面也做了大迷信了 我这没法跟你比 我这瞎玩呢 你这真本事 文明 而且小处 你做演员都是一样的 你俩都是文化人 咱七队这回又风光了 江大哥那是文化人 狗来可不算 我咋不算 我拍那样了 我还不算文化人 文明 还不算文化人 文明 艺术家 真心为你高兴 这篇小说发表意义重大 待会儿我会门将讨 看看他有没有兴趣 把这小说改变成电影 太好了 这个文学可是电影的生命 我当时闻到这个有我的味道的时候 我这个心吐吐吐的都要掉出来 我这个从来就没有那么幸福过 今天小说发表 电影杀青 真是好事连连 晚上咱们好好继续 对 不醉不归 我也要破厉害他三倍 主任啊 尝尝这您下的羊肉 辛苦了 大英雄太辛苦了 来 请导演一杯 有了有了 好吃吧 何许 来 我也敬你 我拍一杯 多吃 好好我有 好 导演 来 来 恭喜你啊 狗来 应该的应该的 那你们忙我就不打扰了 行 好 你快去 导演 快坐坐坐 徐主任 这回啊 多亏了你 还多亏了咱们七队的乡亲们 要不然我们剧组怎么能拍得这么顺利啊 是吧 感谢 感谢 有有有 导演 您过奖了 我们通过这次啊参与全程拍摄 真是让我们受益匪浅 这里啊 看上去很荒凉 但是其实蕴藏着无限的价值 我也是这么想的 也正是因为荒凉 才把剧组吸引来的 所以我敢说 这荒凉它是有价的 雪凌军啊 别瞎说 荒凉有啥价义 别说文化的价值 是啊 他挺像活着 张大爷 通过这次拍摄呢 我也看出了我们存在的很多问题 您比如说这个基础设施不完善 还有我们服务人员呢不够专业 反正方方面面的问题吧 我们都还有待提升 您要是把这些都解决了 那得多少剧组到七队来拍戏啊 我看啊 以后咱们七队的乡亲们 就专门做这个了 我一直也是在想这个问题 荒凉必须用文化来装点 但是没有一套完善的精英管理模式 那也是不够的 徐主任你可真有远见啊 你是想把这里头 按着产业来精英啊 对 我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还不够成熟 我们还需要多多学习 你太谦虚了 我这次来呀特别开心 希望以后咱们能继续合作 那太好了 还希望张导啊 以后把我们都宣传宣传 一定一定那是必须的啊 来来来来 OK